全力会气势犹如全力打 2024大选登记第一天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以故乡新北市起跑 把光荣球棒交给12区的立委参选人 我们新北市人口最多 在这场选举所扮演的角色也最关键 让我们大家再团结一次 让新北赢 让总统当选 让立法委员开出红盘 国会会过半 台湾自然就会赢 立委红不让 赖清德自己也要完美出击 站上垒包公布最强伙伴肖美琴 连书PO出三年前到美国民主殿堂 林肯纪念堂前和肖美琴留下的合影 赖清德亲自曝光千呼万唤的副手就是肖美琴 两人要继续并肩打选战 将在21号早上9点登记参选 而肖美琴也就战斗未至 一早向外交部长吴钊燮正式请辞驻美大使一职 辞呈生肖前吴钊燮已经准他请假 八年前我们支持选择了蔡英文 我们选择对的人走对的路 我也希望2024年各位父老乡亲 也能够选对的人继续走对的路 民进党台湾对集结 最后一块拼图已经就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